不好了 不好了 贝利亚又来奥特尊捣乱了 快来人啊 在小赛罗交集的呼喊下 几只小奥特曼迅速地赶了过来 他们把贝利亚团团围住 没想到贝利亚却一点也不慌 今天你们的爸爸妈妈不在家 你们几个小屁孩能拿我怎么样 怕是连最简单的狗头攻击都没学会吧 贝利亚说完 竟然直接扛着小迪迦飞走了 可恶 下次一定要好好跟爸爸学习狗头攻击 这下小迪迦完蛋了 贝利亚该不会把小迪迦吃掉吧 大家不要慌 我们一起去找诺亚前辈 他是神秘四傲之一 肯定有办法救出小迪迦的 随后小赛罗不知道从哪里搞来一架飞机 带着小伙伴们前往诺亚奥特曼的城堡 大家给他们三朵鲜花 一起为他们加油吧 此时的诺亚奥特曼正在修炼魂环 小赛罗走上前说道 诺亚前辈 大坏蛋贝利亚把小迪迦抓走了 我们要怎么样才能救出小迪迦呢 请您指点一下 我们 贝利亚的力量十分强大 而你们太年轻了 根本不是贝利亚的对手 除非你们能拥有光之信仰 如果有很多相信光的小伙伴支持你 你们就有希望打贝利亚 小赛罗静静地站在那 突然一阵光影掠过 他感受到了小伙伴们的鼓励 还收到了很多鲜花和奥特勋章 原来相信光的小伙伴居然有这么多 小赛罗带着小奥特曼们找到贝利亚 此时的小迪迦已经被贝利亚关在笼子里了 贝利亚你赶快放了小迪迦 我已经获得了小朋友们的力量 如果你再干坏事 我就代表小伙伴消灭你 你这个小鬼挺爱吹牛的嘛 今天本大爷就站在这里 看你能拿我怎么样 小赛罗很生气 立刻使出星学的技能 只见空气中出现无数的狗 瞬间冲向贝利亚 三两下就把贝利亚给打跑了 可恶啊 这个小鬼什么时候 学会的狗头攻击 本大爷不服啊 在小伙伴的帮助下 小赛罗终于成功救出小迪迦 他们准备回家了 但是队伍中好像又少了一个小奥特曼